AO聊四季天梯中心 大家好我是LAYO 今天來看法蘭克人對上馬桑爾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蒂圖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選擇的文明是法蘭克人 法蘭克人最大的特色是他這個吃果子的速度 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而且法蘭克人的遊俠血量 也是遊戲裡面最多血量的遊俠文明 192遊俠就是在說法蘭克人 法蘭克人他的特色打法還是打這個步棋作戰 是比較適合的 這個擊兵配遊俠 或者是後期可以打一些火槍火砲作為輔助 法蘭克人的戰保兵是非常不行的 所以遇到對方的工兵當位的時候 還是要盡可能使用自己的遊俠進行壓制 好那接下來介紹一下馬桑爾人 那馬桑爾人最大的特色就是他的鍛造技術 一攻的部分都是免費給的 到地獄時代也會免費給到三攻 所以馬桑爾人比較適合前期打快攻的一個部分 那馬桑爾人沒有任何經濟加成 所以要盡可能的在封建時代去打這個槍矛還有肉馬戰術 去做一個壓制對手的動作會好一些 那馬桑爾人他的後期也是有遊俠的 而且他的馬功是遊戲一面的 馬功這個重裝馬功傷害最高的文明 而且也是射程最遠的文明 所以馬桑爾人本身是一個不弱的文明 但是他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所以前期遇到經濟加成的文明史反而會有點失慮 那這邊馬桑爾人他的後期可以用馬功跟馬桑爾標騎兵 還有自己的遊俠做一些搭配組合 本身打其他東西不太強 所以馬桑爾人還是要打一些機中性戰術會更適合他 好那接下來看一下兩邊封建時代怎麼打 我們先看到Hera這邊是三個人開始伐木到第四個人 那這邊的野路也開始繼續趕 把這個路全部趕完 這個野豬好像稍微吃了有點久 因為這邊比較早補木頭 這個打法比較特別一點 之前的Hera大師會把所有的村民趕快全部補在野豬上 然後木頭只有三個人去挖 然後要點成封建時代的時候才去補木頭的打法 那這邊木頭補這麼多 很有可能是前面就要趕快去補第一個均勻喔 然後待會就要來打棒棒開局 也是有可能 好但是這邊補了一個魔防 那木頭量還是足夠下均勻的狀態 但這時候下均勻的話 就不能打一個極限身風棒棒轉裝甲的策略了 所以這邊應該是直接轉這個均勻打落馬 會比較適合 好那法蘭克人這邊也是一個正常開局 好這邊伐木多開了一個 總共是現在八人伐木 待會兩邊再補一個或再補兩個人 來到九人或十個人伐木 好那法蘭克人這邊補下了一個均勻 那HERA這邊是想要直接圍家裡 把家裡差不多圍小一點點 那種TC聯訪 沒有打算要直接圍到底 如果是一般玩家的話 這邊就會直接想要圍到底 但是高手們呢 他們都是圍小圍小 圍多小就圍多小 省下來的木頭跟這個村民的建造時間 就可以獲得更多的經濟優勢了 好HERA這邊是打一個25村黑跳城 所以一定要圍死了 這個可能要盡可能的圍死 好這邊法蘭克人應該遺失到了 HERA這邊是黑跳城 這裡肉麻趕快衝 只要讓我衝進去就算我贏 但是看來是贏不了了 HERA這邊是圍得超快 超級大圍家 難怪前面要補這麼多木頭 現在他已經做好了圍家的整備 黑跳城這個打法 在阿拉伯來說 是很容易失敗的策略 對方的攻勢會非常兇猛 好這邊是到封建時代 想兵戶打一下 馬招有攻擊力加 攻擊加優勢的關係 所以這邊打贏了 這邊稍微再圍一下 好那法蘭克人這裡補下了一根劍塔 遇到黑跳城的一個對手 打劍塔 是一個很好的策略 HERA這邊直接把石頭全部賣掉 這裡有石頭可以應對嗎? 沒有石頭 而且這是HERA的唯一木區 這個木頭被控制住就很難受了 所以這裡賣石頭不確定是不是好事啊 好看下這波能不能被突破 好房子補了一個 後面補了一個軍銀 法蘭克這邊是肉碼繼續按 沒有打死你就算我輸 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好三個人挖石頭 趕快扁趕快扁 好塔弓這邊插入 右邊這個房子可能會被打破 這裡可能再補一個會比較好 好再補一個 趕快球 但是箭塔已經蓋好了 哇洛馬入侵進來 但還好槍兵這時候已經可以按了 趕快按槍兵啦HERA HERA好像忘記要按槍兵這件事情 忙著在控村民 後面要再補一個麻糬 準備要來出騎士反擊 但現在黃金量只夠出一隻騎士 槍兵不按嗎 槍兵不按 這個麻糬蓋完 又有一寸要被殺了 唉唷 這裡趕快圍一下 這裡大會再圍一下就行了 賭個城門之類的 升到城堡時代 這裡可以趕快按騎士 去外面蓋一個新的伐木場 因為是完全斷木的狀態喔 這裡斷木已經斷了七七四十九天了 HERA這邊黑跳城很難得 感覺是不是HERA太少打黑跳城了 就是因為現在這個META關係 現在HERA想要練一下黑跳城 覺得這個戰術太久沒用 來玩一下 那馬扎爾這個文明打黑跳城 也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但是他的攻擊加成的優勢 就非常巨大了 騎士現在是十加二的傷害 那賭爾也是五加二 所以騎士現在這邊是暫時有優勢的 好 那我還以為 HERA這邊是想要打一個 什麼常見兵壓制之類的 畢竟這個免費的二攻蠻香的 只要按大量的步兵 跟防護力升一升 步兵沉盾起來也是很難產 好 法輪客人這邊 點下了一攻跟輪走技術 準備要來封建打城堡了 既然被你黑跳城成功了 那我家裡自己也為死 然後趕快農上去 但農上去之前 還點下了攻擊力 給你更大的壓力 而且槍兵一直按喔 沒有在停 所以正面就算HERA這邊出了騎士 也是打不贏這邊的槍兵 因為槍兵數量太多了 而且補下一攻之後 連槍兵也可以吃到一攻加成 所以待會互打起來的話 長槍兵打這些村民也很痛喔 這裡要趕快開打 後面的村民要小心 要圍一下 這邊騎士稍微往後拉 打掉這邊槍兵 第一時間回頭打一下 法輪客人這邊有一攻的優勢 打村民非常高傷害 這邊使用槍兵去打後面的騎士 但騎士遇到大量的槍兵 也是直接選擇拉走 現在做一個拉持戰 馬大這邊的村民數 還在往前 繼續往前補 沒有想要撤退 勇往直前 看到劍塔 開扁 那法輪客人這邊可能要自由開火了 趕快進攻騎士 但這邊騎士傷害實在太高 收掉了所有的刺猴跟長槍兵 HERA這一波打得非常漂亮 法輪客人這邊有點尷尬 所有的單位都已經送掉了 那這邊就只能 選擇 趕快上城了 好 那這根劍塔 也確實拖到了 HERA這一些村民的 採集資源的時間 好 這根劍塔收掉 HERA現在村民數非常落後 而且對手還拖了一個輪軸技術 這邊黑跳城 死了四村啊 所以一直在說阿拉伯上地圖 黑跳城 黑跳城為什麼不適合 就是這個原因喔 連世界冠軍 黑跳城都有可能 跳到死四村了 如果是一般玩家的話 可能就要直接打GG了 就所謂的黑跳城 可能會用跳樓 就是這個關係喔 好 那這邊其實現在目前有優勢 這邊只要上個大石牆 或是繼續圍房子喔 都是可以守得住的 反而客人這邊壓力 不會算到非常大 但是 如果HERA這邊直接 鬼轉一波 這個 工程七製造所 那就另當別論 就是整個衝車 投死車 開始讀進去 直接把你的馬舊啊 軍營啊 全部讀管 然後往裡面承認中心 然後配騎士裡面砍個一波 哇 那就神竿爆炸了 那HERA現在沒有這樣想要做 反而是可能要開TC 那這邊哪裡可以開TC呢 那主要的方法就是 開這個正面 或是側面這個位置 搞出石頭跟木頭 或者是直接不在這個原地 也都可以的 那HERA這邊是選擇了 先開一個修道院 石頭沒有部分 沒有打算要買嗎 買個100石頭 待會也可以去開TC 欸! 結果這邊被打破 反而客人這邊尷尬 被騎殺掉了兩村 這邊騎士殺進來 對手出現了一個 很奇怪的失誤 動物已經鬼死了 卻還被HERA突破進來 這有點尷尬 好 後面補了一個馬丘 這邊稍微繞一下 看一下對手到底在幹嘛 還在黃劍時代 暫時沒有問題 唉唷 這根劍塔被建起來 這一村會被射死嗎 沒有被射死 好 這邊要不要拉騎士劫一下 像HERA忙著再去攻擊 敵人家裡的狀況 現在已經殺到了山村 好 又補了一個法木場 好 直接手勢採礦定 但是法蘭克人的騎士也準備出來了 後面補下了一個修道院 待會防守就萬無一絲了 中間補了一個TC 買了100石頭 好 那對手法蘭克人 這邊細節一直都做得很好 城鎮中心的閒置只有8秒鐘而已 非常非常的短 這邊村民超級被打得出來 法蘭克人現在優勢很大 稍微再囤一些騎士數量 槍兵加上僧侶應該就能打B 這個毒口 有機會來得及嗎 好 最後還是出去了 但Hera還是死了幾隻騎士 沒有完全的順暢 撤離成功 好 還有6隻騎士 好 法蘭克人補下了跟蹤技術 稍微要做一下這個跑速了 好 把殘血的騎士都拉到這裡 待會也可以補個一波 後面這個騎士趕快拉回來 好 看到這邊開TC了 好 法蘭克這邊也是開TC 石頭部分還差50 才能開出3TC 現在暫時應該是要繼續騎士數量 先補到快要10隻左右 然後僧侶要繼續按 沒有事的僧侶就去撿生物了 好 這邊用 欸 這裡差一點圍起來 慢了一步 好 這裡就去圍 好了 結果這隻騎士 居然砍得到劍塔 又是利用這個縫隙砍 所以這個縫隙砍 搞得有點煩躁 最近在開直播跟大家同樂的時候 一直被這個縫隙砍 砍到我生婆無法治理 太難受了 一直被偷村 那個縫隙居然連裡面的村民都砍到 好 這邊右上角 三個村民還在伐木 應該是沒有看到這個礦點吧 或者看到礦點的話 去挖一下還是蠻舒服的 好 兩個劍塔 用三隻騎士 去各解一個劍塔 這四個騎士好像沒有點到 而且是手背模式的關係 現在只會在原地發呆 沒有做其他事情 有點小小尷尬了 Hera這邊馬扎爾 對法蘭克 兩邊的馬國 特色是免費的二攻 免費的攻擊力 遇上法蘭克的免費的農錢技術 好 馬扎爾人 到底要怎麼打 才可以打出優勢來呢 好這邊騎士過來 想要救一下六王塔 六王塔這裡被救了下來 暫時沒有辦法解除 好後面的槍兵被解決掉 蛇驢過來補下血 好 Hera這邊 看到對方有落馬 欸這個青騎兵想要直接抓生侶 但是看起來是抓不到 好騎士開始往下方走 這裡想要毒死 有來得及嗎 這裡有個洞吧 抓這裡有個洞 Hera是不是忘記那裡有個洞 唉呀 好青騎兵回來 但是後面有城鎮東西在射 之後射掉了生侶 啊射掉了生侶後面的青騎兵 好 這邊青騎兵 開始轉出來很關鍵喔 法蘭克人 如果你喜歡法蘭克的話 會到對方出生侶的動畫 一定要去轉青騎兵喔 千萬不要覺得 唉呀轉青騎兵 就 就會輸給對手的騎士數量 千萬不要這樣覺得 你轉出來之後 繼續跟對方打游擊戰 自己也轉生侶 然後 這種騎士 這個騎士可以繼續按也沒關係 好 有轉青騎兵的話 給對方生侶的壓力 就會非常大了 好 這邊招搶 有機會招到嗎 沒有喔 兩隻騎士順利收掉 好 法蘭克點一下二級馬卡 現在Hera有點忙 要守家裡 3TC要濃 這裡要補洞 到處都有洞 補得很快 OK 生侶再放出來 去防守左邊的問題 右側還有一些騎士 還在砍 哇這邊 終於有防守漏洞出現了 對手的三線進攻 確實打到了點東西 真的要跟這些頂尖選手打 不會三線進攻 真的沒有資格欸 三線進攻打得好 連世界冠軍 都有可能會失誤 防守失誤 因為如果剛剛Hera有足夠多手術 或是提前防禦的話 這邊是可以蓋防止 我也好 對這算是一種小小的失誤 但我覺得這個 對一般來說 完全不是失誤就是了 對他來說可能是失誤 好 那Hera這邊是騎士 點到了九隻 唉唷 法蘭克要來蓋寶 法蘭克也是蓋城堡 最便宜的文明 好 開寶 騎士第一時間攻擊村民 村民直接萬歲衝鋒 貼到騎士臉上 騎士表示 哪來的 村民 想要跟我們的騎士春鬥呢 好 這邊騎士收掉一隻生鋁 第二隻有機會嗎 看來是沒機會 這樣再拉回來 兩邊都是大福招牆 兩隻生鋁還活都也死去 還有一隻生鋁要走掉了 要不要拉一隻騎士去追呢 好 這隻騎士過來解一下生鋁 好 後面的騎士最後打出來了 勝利 麻扎爾人這邊拿到了這一波大戰 二攻打贏二防 好 這個很明顯 麻扎爾二攻打贏反而困了二防 所以 以騎士近戰互打的情況來說 點攻擊力真的是比較優秀 很容易就打贏了 那剛剛也會打贏還有原因是因為 HERA這邊上高地 直接高打低 也有拿到一些額外增上的優勢 生鋁的招牆也是 HERA這邊的生鋁 稍微多了一些些 好 那麻扎爾在點下的品種 剛剛沒有血量優勢 卻還打得贏 那也是應該是法蘭克人的騎士 沒有像剛剛HERA這麼多 好 這邊均勻補下 要轉重裝長槍兵 槍兵趕快按 三個均勻趕快按 布魯蘭這個騎士要直接馬爆 一波帶走法蘭克了 HERA這時候可以點一下帝王時代 但是沒有城堡也沒有大學工程器製造所 現在帝王時代沒有辦法補一下 好 普勒二級伐木跟一級農田 把這些經濟搞一下 對方已經被砍殘了 這一波脫了經濟科技 只能說穩中之穩 但對手的反應也很快 馬上補了重裝長槍兵 還是有機會可以回弄的 好 這麼著想 拿走 好 看起來家裡已經沒有問題了 都沒有敵人 現在HERA可以盡情的進攻了 終於把法蘭克人打出了一個缺口來 他招要點下帝王時代 二級伐木 不會技術補了 看一下HERA帝王會怎麼收掉這位法蘭克 好 直接補了兩個四級 把中間給圍死 這是哪招呢 好 蓋完之後圍死 然後又補了新的城堡 然後去挖對方的石頭 好 這邊再補一個 連環寶 出巨型投石機 開拆 沒問題 好 但反而客人這邊 沒有辦法生帝王時代的關係 這邊一定要用這些騎士 跟重裝長槍兵做到一些事情 好 這裡圍方式來不及圍 但是右邊圍了一個 後面再圍一下 好 這裡要直接砍了 這裡不砍的話 沒機會 砍一砍 發現還是沒機會 那從右邊的洞再撈進去 好 這邊砍外圍 好 這裡是HERA就沒有失誤了 下面這裡 再圍 有了 HERA這邊 再圍 Nice 這就是 我越來越熟悉的HERA OK 那這裡趕快 再拉車子從下面 趕快 把這裡圍一圍 這樣牧牆就沒有問題了 摁中捉飛 趴兔 HERA這個手術啊 真的是厲害 好 欸 但是 欸 怎麼沒有拉村民過來圍 這個 還是要把這個滴掉 把這個滴掉 拉這裡的村民過來 走過來圍就好了 HERA現在好像沒有足夠手術了 好啦 這一次 雖然沒有失誤 但是 還是有做到一些事情 擠掉了兩隻 騎士 而且 損後面的農田喔 非常安心 好 HERA這邊自己做的馬扎的標旗兵 對對方給招走 馬扎的標旗兵 這個單位喔 是一個很強的肉馬單位喔 剪下了一貫技術之後 就不需要再耗飛任何黃金喔 道價是86一隻喔 而且他的血量 可以高達100多地以上 而且馬扎的標旗兵 打這個工程系單位 額外增傷效果非常多喔 所以 就是在說這個馬扎的標旗兵 便宜又好用 而且傷害是基礎的10點傷害 加4點 總共是14點傷害 好 馬扎這邊轉出了 這個拇指環還有三級射 難道是要轉馬功嗎 那現在馬扎的團隊加成是 把這個馬功騎兵的訓練速度喔 增加喔 這個效果讓馬扎的人喔 在城堡時代喔 出馬功喔 也不會太弱勢喔 因為馬扎的人 城堡時代出馬功 最大問題就是慘得慢 而且沒有任何的加成 到地獄時代才有反群弓 這種究極的科技喔 讓他的後續的節奏 會打得更好一點點 好 這邊利用城堡 補一些傷害 這邊中張長槍兵 沒有賺到任何的天頭 好 藍金跟堡 確實拆掉了這個城增中心 中間這個野礦 這是... 欸這是野礦喔 什麼感覺是附巾的感覺 HERA的附巾原來這麼前面的吧 好 後面這個才是野礦阿 那這個野礦 HERA好像暫時沒有發現 好 馬扎不懈了 二級農田 化學也補下了 三攻也點好了 那現在只差 重裝馬功 還有安息人戰術 反驅功 這些科技點完 法蘭克人該怎麼擋呢 但法蘭克人這時候 點下地獄時代 現在升級上去 有要打算點192遊俠嗎 好 但這時候 沒有黃金 可以去點遊俠 好 欸不對喔 他重裝騎士也還沒有點 忘記他不是伯根蒂 不能先點這個重裝騎士 OK 法蘭克人這邊先點個重裝騎士 待會再存個資源 還是要先按幾隻騎士出來呢 那Hera這邊就是不能給對手時間喔 這邊要趕快去一直壓制對手 這裡也沒有城堡可以防守這塊金 欸 以為這塊金會被打嗎 想要拉穿 但是發現Kerob不來 如果過來的話 那我就繼續挖了 好 法蘭克人這邊挖金 點下了三級馬凱 那待會三攻也會要馬上補下 好 現在馬攻騎兵來到了6加4 傷害 出了輕騎兵 重裝馬攻 沒有馬上要點 反而是先點下了反驅攻 反驅攻這個科技 先點的話 優勢非常大 就等於是 免費的三級的弓箭 傷害啊 三級射 突然來一個四級射的概念 馬攻限定的四級射 好 攻擊力來到6加5射程8點 非常有的射程喔 這個射程非常誇張 這個火槍兵喔 還沒有辦法對射 就會被先發智人 當然也不會有人會用火槍兵去打馬攻就是了 好 這裡馬上要點下兩攻 兩防 騎兵兩防 待會要來轉輕騎兵的樣子 沒有打算要轉馬扎標騎兵嗎 馬扎標騎兵打起來也是挺舒服的 好 這邊趕快繼續補 馬攻數量 這邊遊俠 看來是點不下去 主金好像快要被控住了 後面附近趕快上一人開挖 馬扎人點下重裝騎士 重裝馬攻 加上三級的馬鎧 好 法輪客三攻三防 都有了 只缺一個遊俠 等遊俠出關 就是我的反殺之日 我能反殺 法輪客人現在限定應該就在想這個 好 這裡要不要拿一些村民過來挖一下金礦呢 這裡的村民全部拉過來 然後趕快把所有的村民交去給伐木 調整一下金礦 繼續按這個遊俠更重要 好 這裡馬扎人 馬攻 繼續射擊 好 躲動一下 馬攻一直在拉扯 擊殺掉了非常多的重裝騎士 大概五隻有了 哇 這五隻死得很冤啊 其實法輪客人這邊只是要打一個 欸 這邊要貼了 這裡不打不行 這個人家貼在臉上 好 但是馬攻優勢還是很明顯 拉打是我的優勢 要把這邊 騎士過來 看到了 圍一下木牆 好 左邊來不及圍 好 目前法輪客人想用這一波的重裝騎士 去爭取遊俠的升級 然後前放這塊石頭趕快去 黃金趕快去挖吧 不是石頭 好 這一波突然反打 Hera這邊直接蓋一個城門 讓對手被迫反打 好 但是這一波反打的馬攻也是死傷慘重 馬攻也是損失了一些數量 本來26隻 現在只剩下22隻喔 損失了4隻 但是法輪客損失更多 損失了快要將近15隻左右的騎士 好 法輪客這波遊俠一定要打殘Hera 沒有打殘Hera 那就自己要打GG了 這邊待會沒有黃金 發援客人出的肉碼 甚至打不贏馬扎人的肉碼 好 這邊看一下 好 繼續修操作 騎士 這一波衝後面的城鎮中心 左邊這裡城鎮中心還可以躲人 好 收村 沒有打到東西 現在想要打戳明打 但是戳明全部躲起來 Hera這邊原地開射 反驅弓傷害實在是太高 後面還會跟城鎮幫忙補傷害 這邊遊俠一直撞到城鎮啊 而且也直接撞到了反驅弓的馬弓身上 法輪客人直接打出了GG 我們恭喜馬扎人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這邊大洛馬剛升級好 遊戲就結束了 等大洛馬再出來 法輪客人會更絕望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Hera拿到經濟資源的勝利 哇 城堡時代那波騎士衝進去殺了一波 讓法輪客人的經濟優勢喔 完全不復存在啦 那最終呢 Hera是拿到了大概4000資源的經濟勝利 KD來到1.58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他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個字幕會員 暗示 转 字幕یں 萬联貼 damages 甚至 那個字幕都不浪贏 這位智能 因此